你好 欢迎收看6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如 富里乡公所在东里村活动中心举办端午节的活动 而活动内容丰富精彩 包括有客家粽体验 还邀请了许多资深歌手举行经典老歌的演唱 让大家在音乐还有美食中度过愉快的时光 活泼妈妈一早双手都没停过 忙着做传统客家肉粽 富里乡公所在东里村活动中心举办端午节的活动 活动内容超级丰富 包括了客家粽体验 村民们可以亲手包粽子 并且品尝自己制作的美味粽 下午画一下装我们的香菇 我们这个村来一个所谓比赛 客家粽的一个所谓比赛 特别悬在我们东里村 我想我们那个富里乡 这个距离蛮长远的 所以我们每个村庄的稍微有一段的距离 我们办了活动 所以这次特别显在我们刚才主持的作家的风光里面 是做非常漂亮的一个活动作家 现场也邀请了多位资深歌手 包括了贝蒂 康亚兰 蓝如杰 刘洋 蒋英光 以及安欣云等人举行经典老歌演唱 呈现了精彩表演 让东里村活动中心也成为了浓厚音乐氛围的聚集地 现场不仅有令人陶醉的音乐 还提供了各种美味佳肴 让大家在音乐与美食中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记者高雄双不离乡采访报道